11月19日 警方晚上約8時 突擊位於通菜街的拉麵店一生圓棉 目測有超過十多名的軍裝突然包圍現場 又有為數不少的便衣警察駐守門外 事件要讓約20分鐘 警方於並無發現後便收隊離開 根據餐廳職員表示 所有顧客均有使用安心出行或申報個人資料 猜測是否因為下星期餐廳 將需要強制使用安心出行有關